在英國南港海濱城市的廣場上 上百名的民眾獻上花束 為在29日不幸死於 持刀攻擊事件的女孩們守齡 而首相施凱爾也在案發現場獻上花束 事件發生在一間舞蹈教室 舉辦的泰勒斯主題活動上 共有11名小孩被刺傷 兩名女孩在當場身亡 一名則在送醫後不治 泰勒斯本人對這個消息 表達了她的震驚和同情 國王X23世也同樣慰問受害者及家屬 昨天的事件發生在這裏 是一種可言的震驚的夢想 你知不知道它是很驚訝 我們在海外的城市 孩子應該可以享受冬季節 而在首齡活動結束不久後 因為社群媒體上謠言傳出 兇手是穆斯林移民 當地出現群眾要求警方公布嫌犯身份 開始對警方丟石頭和鑽快示威 導致庶民警員受傷 警方目前僅公布嫌犯年齡為17歲 並且出生於英國 也呼籲民眾切勿繼續造謠 環宇新聞發言之最後的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並且做出生意的消息 請你打開啟小鈴鐺 就算是有在任何時事 請你打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 並且做出生意的消息 請你打開啟小鈴鐺